其實要很建立好你自己的角色、個性 要比較鮮明、比較明確 然後大家才有辦法追隨你這個人 大家都強烈建議一定要有影片字幕的呈現 我覺得頻道經營還蠻有改善的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創作者俱樂部 今天要介紹的是Peach 他的頻道一開始是做單眼皮彩妝的分享 之後逐漸轉型成為穿搭生活以及部分彩妝內容為主 熱愛日系品牌以及日系的服飾 也在2023年前往日本讀書並開始工作 目前頻道有16萬人訂閱 和日本品牌長期聯名合作中 也在頻道中分享日本生活 以及在日本的新鮮是和最新流行資訊 今天我們將幫您提問5個與創作者相關的問題 讓您知道他是如何透過自身經驗籌備頻道 現在更闖出了一片天地 相信他一定能給您精闢的見解 Peach你好 你的頻道多為穿搭生活以及部分彩妝內容為主 請問創立頻道的初衷 為何會想以單眼皮彩妝為主來分享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Peach 主要是我一開始也很喜歡彩妝嘛 然後我的眼型又是單眼皮 其實在亞洲人當中算是蠻常見的眼皮 可是剛開始在學化妝的時候就發現 單眼皮的彩妝比較少人分享 然後我自己有時候也會有單眼皮化妝的困擾 因為大部分女生雙眼皮其實很好畫眼妝 可是單眼皮就很常有個問題 就是好像畫眼影都會被吃掉之類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自己開始研究彩妝 然後有在我的IG上面分享 IG分享久了就想說要不要也拍個影片 所以我最後就轉而開始在Youtube分享彩妝教學這樣 第二題目前在於日本品牌合作 要工作留學加上頻道經營 你覺得最困難的是什麼 有什麼同時兼顧的秘訣嗎 目前的生活確實是比較忙碌 然後我覺得最困難的其實就是時間上的分配 因為像是我需要安排Youtube頻道的工作 又或是還是要安排自己社群上面合作的拍攝 還有學校的課業和服飾品牌的經營 然後這之中就會變得比較困難 就是你每個時間要怎麼去抓說要做什麼事情 不過因為剛好我自己是本身是自律的人 所以我覺得在做這些事情當中是很有成就感 也很開心了 所以我會願意好好的分配每個時間去完成每一樣事情 第三題 分享生活以及彩妝經驗是很競爭的主題 您覺得您和一般創作者最大的差別在哪裡呢 我覺得在分享生活或是這種彩妝比較生活類的內容的時候 其實要很建立好你自己的角色個性 例如我的角色個性在鏡頭前就很明顯 就是我比較可能講話不做作 又或是我在評論服飾的時候的評語很真實 然後很有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大家會追隨我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主要是個人角色定位要比較鮮明比較明確 然後大家才有辦法追隨你這個人 不然像是旅遊或是生活很多人都愛做 那如果你沒有一些記憶點的話 或是沒有一些特色的話 就很容易讓人家遺忘 第四題 您覺得經營自媒體最感到困難的是什麼 什麼讓你最感到挫折呢 最困難的部分是 有時候你自己想做的主題 和也許觀眾的喜好不一樣 所以其實在平衡觀眾的喜好和我想做的主題之中 我也拉扯了很久 然後後來的話 我覺得目前現階段我會比較忠於自己想做的主題 可是同時觀眾也會喜歡 再來就是流量的考量 我覺得創作者其實都還是會被流量綁架 所以這回到上一題就是個人角色的定位要很鮮明 其實你個人角色定位鮮明的同事 不管你做什麼主題大家都會追隨你 所以這個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第五題 在自媒體的經營期間 您希望獲得外來的幫助是什麼 對於還在觀望的人 你有什麼建議給他呢 外來的幫助的話 像是可能一些前輩經驗的分享 像是我有認識一些YouTube前輩 其實有時候他們給的建議是 你現階段無法獲得的 就是你無法去感受到的 例如其實我頻道在剛開始大概一兩萬訂閱的時候 我頻道是沒有上任何字幕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跟YouTube前輩有聊到說 我其實是喜歡畫面中沒有字幕的樣子 這畫面是好看的 可是後來跟前輩聊到 大家都強烈建議一定要有影片字幕的呈現 就是因為畢竟是中文的關係 所以中文的語意沒有辦法像例如英文或是日文 他同一個字可能會有很多意思 又或是我們的發音比較困難 所以當沒有字幕去輔助的時候 很容易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或是會比較花時間去捉到創作者要講什麼內容 所以大概是從那個時候我就開始上字幕 然後我覺得這個點改變蠻大的 因為其實很多經營生活或是彩妝的創作者 一開始是很抗拒上字幕的 因為會覺得破壞了畫面中的沒關係 不過我後來覺得很慶幸自己有做 因為這樣也能夠順勢的養成大家的習慣 有上字幕這件事情其實對 我覺得頻道經營還蠻有改善的 然後再來就是像是影片上面的分工 因為其實在創作者的時候 你最困難的就是你一個人要兼顧 例如跟廠商洽談 或是你自己要剪片 然後像我現在有時候就會外包出去給剪輯師剪片 我覺得這個就會讓我現在的時間變得更彈性一點 所以我可以做更多有創意的事情 或是我可以做更多輸出的事情 讓我的頻道內容更豐富更完整 感謝您的經驗分享 相信透過您的經驗 能夠讓我們更多會員了解創作這個過程 也祝福您頻道一切順利 在日本遊學 在日本工作 一切順遂 有人再會 再見 掰掰